寄生虫,请不要忽视寄生虫的尊严 宋康号和凤俊号 从此将会成为韩国影人和影迷 应该会台上神坛的一对组合 就在一年前的贾纳 夺奖呼声最高韩国李苍东的燃烧 败给的是日本之玉河的小偷家族 5月30日寄生虫韩国供应 截至6月23日累计观影人数超过900万 近日,国内观众终于有机会 大规模看到这部寄生虫 豆瓣8.9 17万家人打分 换个角度 一只用心传统行业的金爸爸 如果哪个买卖成功了 可能也住进了大别墅 是科技新会谱设常的邻居 这也更容易解释 他为什么愤而插谱设常异道 在践行了寄生虫的尊严后 彻头彻尾的甘心做地下室的造马了 在影片开始他所厌恶的寄生虫